我们修行从哪里修呢 到底都晓得了 晓得之后有好处不怀疑了 佛是这样的是真的 从哪里修起 我们自己 哪一个毛病最重 就从哪里去做起 贪心 贪财 贪名 贪色 哪一条最重呢 我就先从哪里下去 下说 不再贪爱 这个里面要等明理 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因果 从理上讲 你的智慧 你的德行 你的能力 你的财富 跟诸佛如来是平等的 决定没有差别 为什么呢 自信里头本来居住的 就像万华桶一样 里面无量无边的一些桶案 它本来居住的 这不是外来的 各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是有自信 哪有没有呢 可是现在怎么样 现在你迷失了自信 迷失自信 自信里虽然有东西 你得不到受用 它是天天在千变万华 你得不到受用 那你还是苦不堪言 所以 你要靠习武德了 靠习武德 修善 你就有善报 那招卧呢 那你的是苦报 六道凡夫 迷失了自信 信德是决定不远信 只有靠习武德 修德 在佛法里面讲 拘身烦恼 因为它不是你这一世修的 过去是 生生世世的 这叫习性 这不是本性 习性里面有两种 一种居生的 过去生中带来的 一种是这一生学的 随善与卧就重要了 善因 善果 卧因 卧报 我们能够断卧修善 即使 过去生中的命不好 过去生中修的不好 造卧太多了 善修的太少了 这次你命很苦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像原料凡一样 明白了 认真 努力 断卧修善 我们这一生地命运 可以改变